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是現代的ELECRAD 這個是AD AD的話 今年2019年稍微有做一個擺款 那這一款呢是 算是AD的渦輪版本 它的後懸吊跟一般的非渦輪版本 後面懸吊是不同的 如果是沒有渦輪的話 它後面的懸吊系統算是一個扭力量的結構 那渦輪版的 它的後面就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如果以操控來說的話 當然還是多連桿的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因為我們現場還一直在陸續在施工當中 所以背景聲音會稍微少一點點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 它的後面避震器呢 其實很像是GOV的五代跟六代比較接近 它的後面懸吊系統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那後面的彈簧 上方的橡皮是我們有附 所以後面上方的橡皮是不需要沿用的 下方就需要沿用 那後面的話 它的上座是需要沿用的 這台車只有開大概四萬多公里 避震性 車主是有反應有比較天 那它的最主要的設定呢 它的主名一樣是做overdamping 那overdamping的設計呢 在台灣的道路平均不好 所以在低速的時候 通常路感就會比較天一點點 尤其是Belentra AD Sport版的後面 如果有開同款車的設計 應該大概能體驗說 它後面會比較天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主力做得特別特別的硬 那主力做得特別硬呢 也是好處啦 就是高速的時候的吸附力 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所以後面的上座是需要沿用的 那它的 它的前面 前面的話 不好意思 現場真的很吵 它的 它的前面的話 上座 上座的話 KT就有附一個新品 上座 後上座 是需要沿用的 那 原廠 這個是原廠尺寸的輪胎 Sport版本 是附225 45 17的輪胎跟鋁圈 好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懸吊系統 好了 這是Morrock版本 那 也有改了這個 下包 還有改了四處的排氣管 整體看起來就更有Sport風格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那這一台的後懸吊系統 之所以高明的地方呢 就是因為它的後懸吊系統 支柴一個多連桿的系統 而且 這個的 呃 它能調整的 呃 角度呢 不只是竖角而已 它連CAMBER的角度 前角都有辦法調整 所以它的 在前角的內側 這裡的話 有一個偏心螺絲 所以它的 這個是 這裡有一個偏心螺絲 戴得到嗎 這裡 這裡 戴不到 好 那這裡的話 這個 這個下直壁的內側這裡 靠近這裡 這個地方呢 也有一個偏心螺絲 所以這兩個偏心螺絲 分別能調整 頭映跟CAMBER的角度 那有很多的車友 有比較有概念 當我們後面的車高 降下來之後 輪胎的車高降下來 輪胎它自然就會變得 CAMBER會變得比較PAP 那變得比較PAP之後 它原廠 就有辦法 來調整CAMBER的角度 因為如果有 常常看我們直播影片的車友 就可以了解到 呃 像是 Focus的2代 3代 Mazda3的3代也好 那這些的車款 車高降低之後 CAMBER就變PAP 就一定要改 仰角調整器 但這台車不用喔 這台車跟 5代6代7代一樣 它在仰角的內側呢 就有辦法 有一顆偏心螺絲可以做調整 雖然偏心螺絲它能調整 無度不多 可是 藉由這個偏心螺絲 當今天的車高呢 降低大概到2指幅左右 那就不需要再多花費用 來改仰角調整器 因為原廠的偏心螺絲 它就有辦法對應得到 這個是原廠的 懸吊高明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KT的部分 這個後面的彈簧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 就是配置6公斤 之前的IONIQ裡面 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因為IONIQ 它只是一台是油電車 它的底盤下構的話 兩台是很相近的 後上座剛剛沿用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這台車拆裝還蠻快的喔 後方的話不需要再拆內裝 它的上座這兩個螺絲 就有辦法把上座卸下來了 那在上座的下方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銀色的旋鈕 就是我們調整阻尼 調整軟硬的地方 往式針的方向 這樣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會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這個彈簧的 那車高的部分 取決是在這個彈簧上方的HIGHLOW KEY 這個調整機構它就來取決車高 如果我們把這個建築把它調長的話 它整體車高就會變高 那如果調短的話 車高就會變低 這台車如果最低的話 大概是輪胎到葉子板 大概是半直左右 那最高的話大概有辦法跟原廠一樣高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範圍相當的大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高低也能調整 第二個軟硬也能調整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是一個傳統的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從之前的MB或更早期的ELENTRA 都是一樣類似這樣的設計 前面都是賣花層 那它的角座的地方分別有幾個地方 譬如說這個在固定ABS感應線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在固定油管架 這些支架的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是一模一樣的位置 就是都跟原廠的 但是呢 因為ELENTRA這個原廠的離載酸 它的固定點比較高 所以我們有附了一個比較短的離載酸 才有辦法讓它的車高 有辦法降的比較低 這個是每一台車設計不太一樣 那這台車的話 其實車主也不用再多花錢去買短的離載酸 因為我們的爆架 我們的材料裡面就有含一支 比這個原廠短的離載酸 所以需要把原廠的離載酸拆下來 換上KT所附比較短的離載酸 這台車前面我們配置的就7公斤 2307公斤 那上座的話也有附上座 車高的調整是從跟後面不同 前面的車高調整是靠這個 腳管上方有一個齒輪狀的頭盤 這個齒輪狀的頭盤 往逆時針的方向旋鬆 之後它的車高就能做調整 整體長度變長的話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車高就變低 那最主要的方式 就是靠孔深可調的方式來調整車高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改變車高 那如果靠壓縮彈簧改變車高的方式 第一個它能夠調高跟調低的範圍很少 第二個當車高調高之後 它的彈簧是受壓縮的 所以硬度也會比較硬 所以調高就變硬 調低就變軟 那KD並不是這樣的低階的方式 我們是靠統深可調的方式 所以調高跟調低 第一個調整高低的範圍 Range會比較寬 第二個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是差異不多的齁 所以這是前面高低能調整的方式 跟介紹 那主尼 我們裡面最重要的主尼油 我們所使用的是 意大利IP的主尼油 這個是從意大利一整桶200L進口 來台灣的主尼油 大概是台灣混裝油品的三倍的價錢 可是它的油品的穩定度 總總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還有抗衰退度也很好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都是使用意大利進口的IP的油品 那在有比較熱血的車主如果騎大型重機的話 義大利有一個重機的品牌叫Aprilia Aprilia它所指定的前叉還有後變日器的用油呢 就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尼油 所以它的油品呢 像這些的大廠也都一直在使用他們的油品 那像油管道產品耐用度部分的油封 我們所使用的油封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日本NOK的油封 像這個車款也有日本的 日本的NOK使用的也是NOK的油封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上面的 這台車在拆裝的時候需要把這個稍微掀開 可是在調整阻尼的時候就不用掀開了 在調整阻尼的時候需要把這個往上掀之後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樣拍得到嗎 可以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我們手伸進去之後 往順時針方向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那一樣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可以看到黑色這個部分 就是KT所附的上座 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來連用 我們就有附了 這個是1.6升波輪的引擎 那這個車骨也已經有做一階的那個二階 一階或二階的動力改善 所以這個也都已經有突破200匹的馬力了 所以這個是1.6升提電刷Sport標輪的動力 那加上這台的變速箱並不是CVT 所以它的整體的動力輸出 或者是總統表現 低盤也棒 然後引擎動力也還不錯 所以造就這台在很受到當下 年輕車友的歡迎 那以上是今天ElenchaADSport的錄影介紹 那很歡迎呢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是什麼 很歡迎跟KT微信的小編聯絡 或者是你有任何的問題呢 很歡迎跟我們去私訊 謝謝大家 今天的攝影到這裡 掰掰